今天是2024年的6月13号 大家好 我是王岸财经 现在是中午的11点08分 我们来录制今天A股的五评视频 在今天的凌晨两点钟 美联储公布了利率决议 维持利率不变 同时呢 预计在今年年内最多会降息一次 在这样的一个利率决议落地之后 美股当中的纳达克 还有标普500指数上涨 再创了历史的新高 涨幅不错 那么今天A股呢 是出现了小幅的放量 这样一个小幅的放量 一部分原因是在于 美联储这个利率决议的靴子落地了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大盘靠近了3000点 有一部分资金开始吸筹了 但是绝对的放量金额有限 全年成交还是在8000以下方 而户指在今天是受阻于五日均线再次的下跌 而个股呢 也是再次的一个普低 板块层面上 今天的猪肉养殖业出现了大跌 有没有跌出机会呢 那么今天五评 我们去聊几个板块 聊指数 去谈一下我的观点 我们先去聊养殖业这个板块 今天是出现了低开低走 目前是大跌了3% 那对于猪肉养殖 我们在过去的这几个月 其实给大家去多次的去讲过 那么在三月份的时候 在它站上A股所有 就是站上所有均线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讲 猪肉已经走出了上宫的结构 而且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 能够站上所有均线的一个板块 那我们提醒猪肉 我们今年2024年看涨 看猪肉价格也会往上涨 在这样一个涨价驱动之下 那么这个板块 我们中长期看涨 而随后呢 走出了这样一个五浪的上宫行情 那么五浪上宫的幅度 其实还是蛮大的 对吧 其实还是蛮大的 然后最近是出现了一个回调浪 那么这么一个回调浪 现在即将去回踩到 这一条黄色的60均线 同时呢 也是回踩到这一个五浪上涨的 大概半分位位置附近 有没有支撑呢 我们认为有支撑 60均线位置 是均线维路上的一个支撑位 那如果去看结构呢 目前很明显 这是一个上宫的一个结构 对不对 目前很明显 这是一个上宫的结构 那么既然是上宫结构 那么回调下来 我们认为是机会 是机会 好 那么既然我们认为 中长期我们依然看涨 猪肉在今年会涨价 再加上很多券商也是发言报 提醒了猪肉未来涨价的预期 还有对于整个猪肉养殖板块的看好 那么现在这种下跌 今天这种低开低走的杀跌 其实是来给出中长线的机会 那么短期会不会继续往下下杀呢 观察今天这样一个低开 低走的这样一个阴线的幅度 其实还是蛮大的 而成交量呢 预计在今天跟昨天成交量是持平 甚至说会有所放量 所以鉴于这样的一个 这种放量的一个下跌 而且是较大幅度的阴线 短期可能还会有再次的一个惯性下杀 而惯性下杀到了60均线 也许盘中会刺破60均线 但真正的跌破或者大幅跌破 这个可能性不大 这种可能性不大 而在下方这个年线 半年线支撑会非常之强 所以短线可能还会往下有一个下杀 但是中长就我们看涨了 那怎么办呢 各位我们可以做好仓位管理 去做一些分批次的 去做一些分批次的去关注 去期待未来中长线的拉升 所以诸如此方向 我们看中长线 而短线回落是机会 好 然后再聊一下护质 各位 聊指数 然后一会再聊两个板块 一个是黄金 一个是酿酒 好 先看护质 护质今天是出现了下跌 受阻于五日均线 看到没有 五日均线上不去 就往下下跌收阴线 而目前上指数是处于五日线 十日线 二十日线 六十日线 一百这个二百五十经验下方 所以短期趋势唯空 目前的护质并没有释放出来这种 企稳信号 因为还没有满足连续三天不创新低 也没有释放拐点反弹信号 因为震荡指标还是处于超卖区域 没有出现绿变红的信号 所以今天这种量的小放大 目前是成交的不到4300亿 预计全单成交可能是7400亿 这个成交金额依旧成本 依旧成本 所以大盘 接下来 接下来去考验三天点 去回踩这一个120均线的概率 其实我主观倾向还是很大的 还是蛮大的 我们不妨去等一等 要么我们去等到震荡指标出现绿变红的软点信号 然后我们去抓它的一个这种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 要么我们去等 护质能够去下跌去回踩3000点 去回踩120均线 再出现这种支撑位置的基础性的一个反弹 总之现在要保持耐心 不要太着急耐心等待 同时我们再讲一点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在过去美联储每一次公布利率决议之后 如果在当天公布的时候 美股是上涨的 那么在第二天 第二个节日 美股往往可能波动会很大 而这个波动很大 很有可能会是阴线的一个下杀 所以我们观察到 比如说在今天凌晨零点钟 道指包括这个 主要是纳达克的500上涨了 那么在今天晚上 美股大波动下杀的风险 我们需要去注意 当然这是一个主观的猜测 但是这是一个担忧的一个情绪 所以我们还是等一等吧 各位耐心等一等 等大盘去靠近3000点 我们再去关注吧 好吗 这个户指的思路 然后再去聊一下科障50各位 科障50指数 今天是一个高开 那么目前是一个高开冲高回落 那么是受主于这条60均线 同时也是我们这条收敛三小型 我们所划定了收敛三小型 所起到的一个压力效果 那么在昨天收评 我们提醒到了 科障50如果能够连续两根日K线 它的收盘价去占上这条下跌趋势线 也就是打破了这个收敛三小型 我们可以看涨 但现在并不满了这个条件 昨天收盘价是处于这个收敛三小型当中 而今天还没有收盘 对吧 那么即使今天收盘价是站上这条趋势线 那么其实也还不能确定 至少有两天站上这个收敛三小型 才能够去看涨 才能够视为是变盘向上去拉升 而明确变盘信号之后再回落 那么这才是很好的机会 所以科障50现在依然是充满了不去能信 科障50现在的往上变盘短线拉升的概率 目前还不明确 所以同样需要去挡 不要太着急 然后再看一个是中正2000指数 这个代表小票的这么一个指数 中正2000是走出了三连羊 那么今天是一个 现在是一个小时的星 那我们在之前讲说 中正2000指数 如果连续4天不创新低了 我们可以视为是一个企稳信号 那么从今天这种波动来讲 那么今天收盘预计就会满足 就是连续4个日k线不创新低了 好 这个可以视为是一个企稳信号 但是量价关系好吗 其实发现并不好 在上周四是一个放量下跌 但是在上周五 包括周二周三 那么量能是一个缩量 包括今天量能也不行 所以放量这种下跌 然后缩量这种反弹 而且反弹力度很有限 处于时日均线下方 处于上周四的最高点位置下方 所以量价关系并不好 我们只能说这个指数 有了那么一点企稳了 有了那么起企了 但不确定性依然较大 那么我们可以讲这个指数的内部 所代表的小盘股票可能出现一些机会了 但是要等比如说 习稳信号之后 等再回踩5日均线 再去轻指数中个股 再轻指数中个股 而从我的一个角度上去分析 1838点这个位置 我们估计不是底部 不是这波下跌的最低点 甚至有点担心会往下再创新低 所以小票股的风险估计还没有解除 如果你实在忍不住要去做 那也要等至少回踩到5日均线 而且也只能小仓越去博弈 好 那么这是我们去聊到的 户指客帐50号中2000 而至于说串满者来讲的话 就没有必要讲 串满者我们这两天反目讲 本周不值得去关注 目前所有军演下方下的结构不关注 好 然后再聊两个板块 是在今天上午做直播 很多朋友问的比较多的一些板块 那么听到这些朋友 欢迎各位去点赞 点赞关注 网网采行的打赢 好 第一个去看一下酿酒 酿酒在今天是又跌了1% 又跌1% 很多朋友在问说酿酒我被套了 我要不要去扛单 这个下方还要跌多少 支撑在哪里 好 首先我要讲 酿酒板块 而在这一个阶段 那么其实我们去讲酿酒 我们是看涨的 当时我们说酿酒我们是看涨的 因为之前是头肩底结构 但同时我们也明确了 这条水平黄线是它的一个底线 是这个头肩底结构所成立的一个底线位置 而一旦破位了 我们就要认错 那么在上周五是已经破位了 而且我们在直播包括在收平板块减评里面多次提醒了酿酒营颇位要认错 那么随后出现了继续的下跌 尤其在周二是出现了低开低走 那么支撑位呢支撑位在今年2月份1月底的这样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把它试成一个支撑位 那么如果画一个点位的话 我们只能画这个位置 这个收盘价 这个当时这种K线的一个最低点的一个收盘价格 那么现在来测量往下 那么还是有空间的 还有空间的 也就是下跌还没有结束 而从它的K线走势上来讲的话 目前没有任何气温信号 就它没有出现长下降线 也没有出现放量这种信号 而右侧信号呢 就是去等这个震荡指标出现绿变红的拐点信号 而现在左侧右侧信号都没有 所以酿酒现在没法弄 而至于说 也就是说这种下跌破位了 我跟他讲很正常 就是我们分析 包括交易出现错误很正常 而且这种错误 我们也会坦然的去承认 没有必要去遮遮掩掩的 因为这种错误 在我们整个交易过程当中 会经常会出现 经常会出现 但是我们要明白止损的重要性 就一旦破位了 大家要懂得止损的重要性 好吗 那就是不要去扛担 那再两个方法是 这个今天跌的比较多的一个金属 贵金属板块 贵金属今天是出现了一个低开 低走跌的板子三 贵金属在本周二开盘就出现大幅低开 然后昨天反弹 那我要讲的是 大家要从这张科研图里面去感受到 这个支撑跟压力的转换 就这条60日均线 60日均线在之前是支撑 我们看这里下跌 跌到60日均线给出支撑 然后反弹 那么这是支撑效果 那么现在往下跌 跌破60日均线之后 它就从支撑位变成压力位 然后昨天的反弹到60日均线 受到压力 今天直接低克低走 而现在的贵金属板块 预计可能估计还要往下掉 你如果还想去关注贵金属 等吧 只能等 等这个震荡指标 在超卖区出现绿变风的拐点信号 否则的话 贵金属就不要去做支撑位 估计在这个缺口位置附近 缺口位置附近 好 那么这是我们在今天的6月13号 的一个五间的点评 市场不信任性依然很大 护制估计还要回踩3000点 暂时多看少动了 暂时多看少动了 好 最后听到这里 朋友来评论去打个518 点赞关注 网上陈宇的大爱 再见